继续读莫斯科绅士 奇遇 十二月月末的一天 伯爵正沿着走廊往广场餐厅走 虽然离最近一个街道的出口还隔着五十多马远 他却忽然感觉到有一股冷风朝他熄来 在这星光下冬月的洁净和清新 他停下脚步朝四周打亮了一番 发现了这股气流是从衣帽寄存间的方向来的 原来那位叫丹娘的服务员不在岗位上 现在那里没人看管 博爵朝左右看了看便走了进去 这里几分钟前一定用尽过好几波来吃晚餐的顾客 直到现在他们外套的纤维上仍有冬天的凉意 一件军大衣的肩膀上沾着些残血 某位官员的外套仍有些潮湿 而那件配着白色貂皮毛领 不知本来是不是黑色的黑色貂皮大衣 则绝对是那位政治委员的夫人穿来的 伯爵连起衣袖放到脸庞闻了闻 那上面还有壁炉的烟火味和昂贵的古龙水味 这位年轻的美人想必是从林茵环道上的那座豪宅里出来 乘坐着和他的貂皮大衣一样黑色的轿车来的 但他也可能是从维特尔大街步行过来的 天上正飘着心血 沉思中的普希金雕像正毫无惧色地冒着风雪 而他要是坐雪窍来的话就更妙了 马蹄清脆地踢打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 马鞭的击打声与车夫驾驾的吆喝声 合起来该会是多么的动听啊 昔日每逢圣诞节前夕 伯爵和他妹妹正是这样勇敢地冒着严寒出门的 他们会向祖母再三保证 不会超过午夜十二点回家 然后便坐上他们的三架马车 在干冷的冬夜里 周家拜访四周的邻居 他们并排而坐 由伯爵拔住缰绳 两人膝盖上铺着一张狼皮 他们会直接超过低洼的牧场 把马车驾到镇里的路上去 伯爵还会一边驾驶马车 一边大声嚷道 先去哪儿 伯布林斯基家还是达威多夫家 不管最后他们去的是哪一家 哪一家 还是别处的另外一家 那里都会有一场盛宴 也会有温暖的火堆和主人张开的双臂等待着他们 人人都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 兴奋的皮肤上都泛起了潮红 那些感情充飞的叔叔 说出的住酒词 让人感动得双眼雾蒙蒙 只想落泪 孩子们则都在楼梯上好奇的窥视 那音乐呢 当然会有音乐 听了之后 你会忍不住把杯中之酒一饮而见 双脚跃跃欲试 让你的音乐能让你忘记自己的年龄 使你的身体壮情跳跃 它让你不由自主地摇摆旋转 直到你头都被转晕 让你不知身在何处 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主人家的大厅 还是在城市里的沙龙 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天堂还是人间 随着五月的临近 多斯托夫兄妹 才从此行所拜访的第二个或第三个邻居家出来 步履蹒跚地寻找他们的雪窍 星空下回荡着他们的笑声 他们身后那串前 前腕后绕的脚印 与他们在到来时留下的笔直纤细的车车交织在一起 于是次日清晨 这家的主人便能在雪地上看到一个他们用靴子走出的巨大基因普号 回到马车上 他们便在原野上鸡翅起来 从彼得罗夫斯科业小镇直窜而过 耶稣升天教堂距离小镇修道院的院墙不远 教堂是1814年为纪念拿破仑战败而修建的 教堂的钟楼每轮每换 只有克里姆林宫的一帆大地中 他才能余之媲美 钟楼里的20口大钟 全是用拿破仑切勒军 仓皇撤退后 一切到大炮上的钢铁铸造而成 因此 每一生钟鸣都仿佛是在高呼 俄罗斯万岁 沙皇万岁 车行至管弯处 伯爵通常会猛拽一把僵手 让马加速吵架飞奔而去 可这时 海伦呢 会伸过一只手来 搭在他的胳膊上 让他减速 因为午夜已经到了 他们身后一英里之外的地方 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 在圣歌声中 一生生钟鸣 正播散在广阔的冰冻大地上 而在圣歌停止的间隙 假如你仔细聆听 除了马的喘息声 寒风的呼啸声 你还能听见十英里外 圣米加勒大教堂的钟声 而距离更远的圣索菲亚教堂的钟声 也此起彼伏的遥相呼应着 宛如黄昏时分 池塘两旁的鹅群隔着一挖糖水 在相互呼应一半 升天的钟声啊 1918年 伯爵从巴黎 冲冲赶回家中 突经比特罗夫斯科业小镇 他发现修道院的院墙边 聚集着一群农夫 他们一个个惊慌失措 却又沉默不语 原来那天早上 村里来了红军的骑兵 还开了一列空的四轮货车 在一位年轻队长的指挥下 哥萨克士兵们爬上了钟楼 把那些大钟一个个都从尖塔上拉了下来 等到要将大钟摘下的时候 他们又加派了一对哥萨克士兵上去 古老的剧钟 终于从钩子上被吊了起来 他们被稳稳地放在栏杆上 然后从空中跌落下去 先翻了几个跟斗 最后才砰了一声砸在地上 只是修道院的院长赶过来 站在红军队长的面前 以神的名义要求他立刻停止 亵渎神明的举动 队长文言 却已在一旁的柱子上 燃起了一根香烟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说完他命令手下 将修道院院长连着楼梯一直拖到棕楼 楼顶 然后把他从尖顶上扔了下去 活生生地摔死在他的上帝的怀抱里 据推测 耶稣升天教堂的钟 应该是被布尔什维克人收回 用来制造枪炮的 他们也算是从哪来回哪去 但伯爵知道 拿阿波仑军队在撤退中 移弃的那些火炮 也就是后来 耶稣升天教堂上的那些大钟 全都是法国人用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制造的 而反过来 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 又是用三十年战争钟 所缴获的英国老式大口径短炮教住的 从大钟变成枪炮 又从枪炮再变回大钟 从眼下直到时光的尽头 就这么一直循环反复地变下去 而这就是铁矿石永恒的命运 罗斯托夫伯爵 伯爵从瑕疵中抬起头来 只见丹娘正站在门口 黑貂皮 我觉得这应该是 伯爵边说 便把手里的衣服袖子放了下去 没错 绝对是黑貂皮